美西玉山科技協會在公研院 北美辦公室召開 記者會說明 第二十七屆年會召開的時間地點 以及當日各種活動論壇的主題 以及演講者 今年是以人工智慧為主題 邀請前美國駐華大使 駱家暉以及多名CEO演講 並且將會舉行交流論壇 以及創新創業競賽 為年輕人提供平臺 接軌亞洲以及國際市場 身處全球科技重鎮的 美西玉山科技協會 進入第二十七個年頭 今年年會以智能未來 創新與人工智慧為主題 九月十七日 在聖塔克拉拉 Hiatt酒店登場 在這個年會裡面 我們看到 我們不只是談到 最新的一個科技趨勢AI 我們甚至也提到 我們對於未來的 這些市場發展 還有就是對像在亞洲市場 跟國際市場的接軌 我們在前兩個月到台灣 去蔡總統做了科技建言 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意義 基本上對第二代的傳承 甚至是對國際跟全球的接軌的一個聯繫 是有很重大的意義 年會節目包括NetGear總裁盧昭信 Amazon網路服務的領袖 Joseph Spisek 針對人工智慧主題演講 除此之外也將舉行人工智慧論壇 並延續過去兩年年會受矚目的創新創業競賽 透過比賽講述新的創業計畫 吸引投資人士注意及交流 晚宴則邀請到前美國駐華大使 洛家輝演講 這次主要是以Smart Future Innovation跟AI 這次做的就是希望說 把年輕人所關心的 大家想想看所有的東西 都連到網絡上面 所有的Data到處都有 大家用人工智慧做無人車 做各種事情 在這個裡面 我們就找到一個幾位很有代表性的 很多CEO 還有好幾位做這方面公司 很有經驗的跟大家來分享 今年年會主題 環繞在快速發展 並正在行訴未來的科技 包含智慧裝置 資料科學 自動化與人工智慧 相信這波細谷創新 必定能帶領科技進入另一層次 改變人類的生活方式 從論壤的設計到晚宴主講人駱家輝的安排 美西玉山理事長胡立民 期許玉山能夠扮演彰顯移民精神 與美國價值的角色 透過研討交流 接軌人工智慧時代與國際市場 臺灣宏觀電視黃本出 美國聖河西採訪報導 他要跟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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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跟你